你想要在日本 撞手把是 绝交的意思吗 送给你一个 惨的 嗨 这个手把送你 一定很适合你 你想要在日本 撞手把是 绝交的意思吗 送给你一个 抢蛋 日本人去写上的地方 不会这样多写物 夏天就是喝甜甜的茶 才爽 没味道 为什么还是无糖 为什么还是无糖 日本的茶 通常都是无糖的 嗨小卉 这是Amanda 这是生生 日本人 日本人跟朋友见面的时候 不会带不认识的人 超好吃的 这个萝卜 边走边吃 超好吃的 日本人 没有边做边吃的习惯 听听听 你不能这样喝 今天会闹肚子的 日本水龙的大水 可以直接喝喔 好可惜 你要点谁的歌 还好 可以拿出后面的歌 你点哪一首 全部 在日本 点歌的情况是 一人一集 哦耶 哇 好冰啊 这个东西是可燃还是不可燃 不可燃 这个呢 不可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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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可燃 不可燃 不可燃 太慢了 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小时了耶 台湾没有走这么久的习惯啦 以上就是我跟小慧所发现的 台湾跟日本文化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有其他的有趣的发现 在这边留言一下 那这次的拍摄很感谢 三分之一residents group 提供我们这么棒的场地拍摄 我是包博 我是小慧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